來關心天氣 今天吹東北風 加上華南有雲系往東邊移動 所以東半部跟中部以北山區 會有降雨機率 中午過後平地會緩和下來 但是到了晚上開始 北部跟中部的水氣又變得比較明顯 溫度方面早上還是比較涼 但是白天高溫北部宜花 可以來到22到24度 其他地區的高溫可以來到20到30度 那南部內陸還可能會再更熱一些 緊接著五天連假就要登場了 小丁寧提醒大家 前面兩天星期六日 也就是一號二號的部分 水氣又比較多 北部東半部會有直步短暫震雨 尤其明天降雨機率高 到了星期天會稍微減緩一些 那後半段到了4月3號4號的時候 各地天氣回穩 變得比較溫暖舒適 很適合出游的日子 那因為在連假的最後一天 又會有一道封面接近 到時候北部跟東北部又會下雨 有時沒事 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面 meme 有機關 有機關 有機關